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现在COVID-19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要用酒精来洗手 那可能大家都忽略说肥皂洗手也是有一个重要性 因为我们对于病毒性肠胃炎 对常见的一些诺炉啊 轮症病毒 这些的话 洗手的话 我们用酒精来洗手它的效果是不好 我们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才能把这些病毒来去消除掉这样子 就是那很会到一些急性发炎的症状 那大部分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耳心呕吐 然后拉肚子 还有说很会有一些腹部疼痛的现象 那甚至说有些人还会有一些发烧啊 然后肌肉痠痛苦力的症状这样 是 它在套花洗是在什么时候是夏天冬天 还是什么季节性会比较多 那我们感染性肠胃炎会区分为细菌性肠胃炎跟病毒性肠胃炎 那病毒性肠胃炎的话 耗发在冬天 那有些会有说秋冬或者是说冬春 就是一些季节交换的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是以冬天为主 那细菌性肠胃炎主要耗发在夏天 就是可能跟一些我们饮用水什么那些植物 比较容易腐败有关系 那基本上台湾一年世纪 其实季节变化不会很明显 其实一年世纪都有可能会发生病毒性肠胃炎 或者是季节性肠胃炎 那得肠胃炎大部分都是什么年纪比较多 年纪层比较多 然后我们要如何去防抗它 是每个年纪层都有可能会得到肠胃炎 那病毒性肠胃炎的话 像诺罗就是像全年年层都有耗发 那如果以纹状病毒的话 是以小儿比较容易耗发 就是成年人员我们也看到不少这样 是 那如何去防抗它 要预防的话就是 注意我们刚讲的就是洗手的部分 就是我们除了说现在用酒精洗手之外 还要加强用肥皂来洗手 那接触到一些病人的 如果你有家里有接触到病人 那我们可能对一些环境的消毒 要用一些稀释的漂白水来消毒 那消毒环境大概稀释50倍 那消毒病人的一些嘔吐物啊 排泄物可能就是稀释10倍 那最后要食物要尽量避免生死 要尽量煮熟这样 就是记住三个口诀 就是勤洗手 然后要消毒 食物区煮熟 那基本上就是 当部分的肠胃炎都是病毒性的为主 那我们就是支持疗法 要注意避免脱水 那第二个注意的事项就是 要加强洗手 尤其对付病毒性肠胃炎 把它加强用肥皂来洗手 那最后就是有些 其实不一定是病毒性肠胃炎 细菌性或者说其他疾病 那我们要注意它的警示症状 那如果有一些警示症状出现 可能就要来寻求医疗的协助 这样 那我们这次是在三月 往年也是大概三月这个时间 达到高峰 对 往年大概三月 有可能四月会下降 但是今年是比较晚出现 就是之前大概十一二月的时候 就已经会突破高峰 然后会渐渐的下降 那今年大概到二月的时候 才出现高峰 所以那时候疾管署 是有发一些新闻稿 当周就有出现十一万人次的 那个常会研究医 那你意思是认为 你应该是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是用 大家都用酒精性洗手 大家可能会忽约一个 私洗手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一下就是 还是要 私洗手不要忘记 要用肥皂来洗手 应该是 有可能一些效果 那但是对我们刚刚讲的 若罗轮症状病毒 酒精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因为它没有泡沫 所以酒精对这些病毒 是上不死的 那就要用肥皂去消毒 所以用肥皂来洗手 是胜过于用酒精 各有优缺点 各有优缺点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两个都要 专管性下降 不是吧 只是谁 我等一下可能 就是要去过几整楼 我会洗澡一分钟 我要一分钟喔 我现在要进外科 我现在要进外科 有用肥皂来说 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进外科 你还能进外科 我现在要进外科 我现在要进外科 我现在要进外科